日本橫濱中華街,三年疫情,獅子舞終於復活了。 今天大年初一,春節的日本橫濱中華街。 穿紅色衣服的據說都是橫濱國際學校的高中生。 有他們來參與完成新年,敲鑼打鼓和獅子舞表演。 吸引了許多日本人來圍觀。 他們覺得中國的獅子舞很有趣。 日本媒體也在拍攝。 疫情三年的橫濱中華街,生意冷清至今還沒有恢復到疫情前。 拿著杯子的,是店裡的老闆,給獅子啤酒。 獅子把啤酒往外噴。 好像是寓意,今年生意興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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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